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135课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186课 不知道不知道记错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135课 那今天呢 我们要听的故事 是跟我们的 就是神所示给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彩蛋 那彩蛋是什么呢 我记得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的小朋友有两岁的 有三岁的 有四岁的 没有两岁 只有三岁、四岁、五岁 然后有一天 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个 我有这个才干 我不晓得 有一天小朋友跟我讲说 我觉得你很会唱歌 你唱歌怎么那么像天使 我开始在唱歌 我吓一跳 蛤?真的吗? 蛤?我真的吗? 哇!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知道原来 我可以 我可以有神所示给我的才干 就是我可以唱歌 我不晓得我可以唱歌 我开始发现 我可以唱歌是从我的小朋友给我的 他们鼓励我 然后我就开始多多的唱歌给他们听 到后来我真的很乐意的在神的面前 然后赞美他 所以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两个三个 或者更多的 还有另外啊关于才干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是开那种大卡车的 但是他其实开大卡车的时候他必须很注意 而且他必须有阵照 就是他必须考试 然后通过一张证照 然后他才可以开一个较大的车子 不然的话他可能只能够 嗯这个骑机车也要骑机车的能力哦 然后开小小的车 小车子也要有小车的一个能力哦 但是呢我认识的这个朋友 他开嗯我开不到的车子 所以他呢他有一张叫做职业驾照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这个朋友 他会开那个职业驾照的这个大车子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需要一个人开这个大大的福音车 叮叮 平安请上车到教会了 好坐好 好 關門 出發喔 到了 平安請上車 請上來坐 好 關門 再繼續開車 所以我的這個朋友他就用他的 那個時候沒有人有這個職業驕照 我記得那一年他有這個執照 所以他可以把他的這個才能做給神 所以今天其實平安媽媽還沒講故事以前 我寫了一張我最愛的卡片 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這個就是我們的神 祂創造天地萬物 祂也創造人類 我們也是祂造的 那我活著 有呼吸 我有力量 我可以做這個 我可以起床 都是在乎祂 所以如果你想一想 你的身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你可能還沒發現 或者你已經發現了 你可以為祂而做 如果你呼吸 你動作 你起床 你出去 你去辦什麼事情 你都是想著 我是祂創造的 我要感謝祂 我要為祂來做 這樣子你的心力 可以被祂使用 好喔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聽的這個故事是 135課 有關於耶穌講的領域喔 就是有關於你的才幹的領域 是放在拜託聖經裡面的 馬太福音的6章19到21節 還有25章的14到30節 還有路加福音的12章33到34節 你們有聽過聖經嗎 聖經有喔 聖經是一本奇妙的書 你看在這邊 我知道你們有剛佛小 也有聖誕節的時候 你們學校有開放 你們學校有開放 介紹聖誕節的遊覽 剛才聽到你們的媽媽 是你們剛佛小的老師 所以這耶穌是從這個 奇妙的一本聖經告訴我們 也會有先知 還有耶穌基督自己告訴我們 祂是神 然後變成人的 那今天呢 平安媽媽要跟你們講的這個 這個比喻呢 就是耶穌祂講的比喻喔 祂就開始講說 天堂好像一個人 他要去國外了 那他要去國外了 去外國了 他就想想 我應該找一個管家 因為我現在要跟你們拜拜了 可是我的產業要找人來管理啊 因為我現在要去國外了 結果呢 他就把他的仆人叫來了 你看喔 耶穌講的比喻 把仆人叫來 就把他的產業交給仆人去管理 然後呢 這個仆人呢 他就按照 喔這個底下還有一些 他的其他的仆人 這個管家呢 就按照 喔這個也是我家的 這個是我家仆人 這是我家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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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的我的主人 拜拜交給我 我來管理 嗯 你來做什麼呢 你來做什麼呢 你來做什麼 你來做什麼 這樣可以幫我的主人 把他的產業全部管好 所以呢 這個管家就來想想看 嗯 我看那個何姐姐好像 看起來很安靜思考 好像有點智慧型 請他來管琴好了 他管琴一定很聰明的 哇 小小看 應該給你 喔 笑嘻嘻的 嗯 可以來幫我們 在跟那個鄰居 收錢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 笑嘻嘻的人 他很適合去收錢 好 派你去收錢 幫我們家的主人收錢 因為他常常笑笑的 喔 這個好像就是一個管家一樣 哇 而且喔 這個管家呢 還要給他們錢喔 好啊 來 給你五千 好 給你兩千 好 給伊莎一千 給一千 然後呢 他就去國外去了 好喔 你看喔 這邊有五千喔 好 他先給給他五千 然後有的呢 給他兩千 然後呢 有的給他一千 哇 可能他可以用這些錢來做什麼呢 給他完了以後就好 拜拜了 我要收國外囉 看起來好像可以投資理財耶 欸 請問我投資理財什麼意思啊 口袋拿出來了 口袋拿出來了 我來看看 投資理財是什麼意思 好 這裡 借一下這個奉獻的錢一下 只是來演戲一下 你看 喔 這個 錢 爬出來的時候 你看 可以 變化 這個錢 這個錢好像就是那個才幹的意思 你看 有五千的喔 還有 給兩千的喔 還有 給一千的喔 哇 哇 這主人拜拜 拜拜 再見 去好遠的地方去國外了 哇 這時候呢 領到五千的人 他怎麼辦喔 他領到五千 啊 我有五千耶 啊 主人說他給我好好的管理 我這個五千怎麼辦呢 我來做買賣 做買賣好了 做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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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結果呢 他又 他又 他又賺到了五千塊 哇 所以呢 他五千跟五千喔 他賺到了 那還有呢 哇 這個 兩千的呢 兩千的我怎麼辦喔 我都主人去國外了耶 哇 我兩千喔 啊 我主人給我這個 嗯 嗯 好 我也來做買賣 做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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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怎麼辦呢 他就開始去找一顆地上 他找這個地上好了 我來給他挖一個洞 然後把這個 埋起來 蓋起來 用個什麼東西給他蓋著 好 都沒看到了 錢費要藏起來了 為什麼他把他藏起來 因為他說 哎呀 這樣子 我的主人可能會 可能他會說 我 我可能 我的主人可能會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乾脆不要 不要做什麼事 什麼都不要做 把他埋起來就好了 結果呢 他的主人有一天 就回來了 我來看看這底下是什麼的事情 哦 好 等一下我們來看 他主人回來了 然後呢 他就 說了 好啦 你們這些圖人來 一二三 來跟我算帳一下 算帳 主人回來了 好哦 然後他們就 主人 主人 你看 我拿了五千 我又賺了五千 好啊 主人說 這是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而且哦 就像剛才平山媽媽說的哦 他們這些 他這個仆人要做事的時候 他的心裡想的都是 我 主和 主基督的我 我感謝神 是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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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 然後呢 他心裡想的就是 我主和我主基督的我 所以他再去做的 他再去賺到了五千 然後他心裡想的還是 我主和主基督的我 好哦 所以呢 主人說他是什麼 欸 你們會念嗎 你會知道這個什麼字嗎 主人說他是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哦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哦 好哦 那還有咧 好哦 你是兩千的 好哦 兩千的 好 兩千的 但是記得哦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都要記得 這些都是 感謝主人 感謝神給我們的 我們的心裡都要想著 感謝神 我主和主基督的我 我要為他 做這五千 然後再做另外 再另外又可以賺到五千 或者兩千 另外又賺到兩千 好哦 那糟糕了 兩千的呢 兩千的主人也跟他說什麼 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哦 可以跟我一起進來 我的國跟我一起吃喝快樂 你也是一樣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哦 小朋友 那最後呢 最後那個一千的怎麼辦 一千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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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知道 你很 你是忠心的人 我根本 沒有做什麼事 你可能要罵我 或是你可能還要叫我 做什麼 所以我 我不知道做什麼 而且 我 你看哦 這個一千的咧 他把它買在這裡面 他沒有讓任何的人 知道 我主和 我主基督的國 就是神所示給我的 不管是開車 或者 歐歐歐 我要愛他 我要讚美他 沒有 沒有 他給他蓋起來了 他什麼都沒有做 完全沒有人聽到 沒有感謝的 沒有什麼 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沒有聽到 沒有看到 沒有體會到 哇 結果主人怎麼說呢 好哦 嘿 把他這個一千塊 拿過來 給那些 有一萬的 還是給五千的也好 說他是怎麼樣 又餓又懶的仆人 哇 說他是很很不好的 也是很懶惰的仆人 小朋友 這個故事呢 來看看這個上面是什麼 吃喝快樂嗎 記得喔 耶穌說的這個比喻 很像是 天國的比喻喔 你看 分錢 給這些 就很像是分給你的我 今天可能你分到五千喔 今天可能你分到兩千 但是今天也可能你分到一千 不管你分到多少 重要的是那個五 那個一千的 小朋友那個一千的 現在他的一千已經被奪過來 他都沒有了 他連一千也沒有了 為什麼呢 啊 好恐怖喔 就是 他已經 被丟在那個黑暗的地方 他在那邊 喔 我 我 我好難過 這個比喻聽起來 好像有一點點警惕我們的心 那 尼亞媽媽故事講完到這邊 呃 當然 我們聽到了這個一千的 小朋友 如果今天我們已經 沒有 沒有呼吸了 然後我們已經 呃 死掉了 那我們真的沒有機會了耶 因為我們 不要永遠做這個一千的 如果我思想 欸我真的有一點點像這個一千的耶 比如說我可能 欸我可能什麼事情做得很好 我可以 我可以做啊 我可以 感謝神來做的 讓他的名 歡喜 可是 我 現在知道了 我 上帝啊 請你 改變我的心 我現在 知道了 我要為你而活 為你而做 現在我還 我還有呼吸 哇 真好 聽到了今天的這個故事 是鼓勵我們 趕快的 想想看 啊 想想看 想想看我有什麼 可以為主而做的嗎 欸 我好像很會很會擦桌子耶 欸 我擦得很乾淨 我可以來幫忙擦桌子 然後 呃 大家看到我 或者我的主人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老闆 看到我 說哇 哇 你真的 你是一個很 做的 你是信耶穌的 你是相信神的 哇 你真的很榮耀你的神 好 今天這個故事呢 你看媽媽覺得有一點點 不容易明白的哦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們不要像這個一千的 把它 帶在這裡 因為 我們 明顯是耶穌的一封信 這信 就好像寫在世界上 大家看到了 你的生命 就是一封 介紹耶穌的信 顯現給世界上的人看 好 今天何姐姐跟何美美 他們 可能 沒有 還沒有聽過 有關於 耶穌的事情 那 平安媽媽想要問 何姐姐跟何美美 你們有聽過 聖誕節的耶穌嗎 有齁 那你們知道 耶穌他在十字架上 他流出了寶雪 然後他是為了 要替我們這些罪人 死在十字架上 替他的罪付代價 但是我們心裡要想一想 哦 我有得罪神嗎 聖經上寫 每一個人都得罪了他 因為我們 沒有相信他創造 天地萬物 還有他創造人類 所以我在不知道的時候 我就得罪了他 所以我有犯罪 但是他愛我 他已經替我得罪死 如果我有相信 我有得罪他 那耶穌他是 只有一個的 只有一條路 去天堂的路 所以其實 平安媽媽今天講 這一個故事以前 我們必須要先明白 我們自己裡面的那個 黑黑的那個不好的罪 但是最棒的消息就是 耶穌他已經替我們的罪死 然後埋葬在墳墓裡 然後第三天他復活了 所以呢 如果我相信也接受耶穌 幫我的罪洗乾淨 他就能夠 祈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 靠著耶穌我們可以去 天堂的地方 跟神重新和好 所以這是一個好消息 好 那我們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謝謝你今天 帶和姐姐跟和美妹來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很高興能夠 跟他們分享耶穌如何的救我們 如何的洗淨我們的罪 如何的支給我們天堂跟永生 神啊 我們自己的心 必須自己要願意轉向耶穌基督 我們自己必須願意跟你悔改 我們自己也必須願意 伸出手來接受耶穌的救恩 我們如果沒有伸出我們的手 我們也沒有辦法接受到耶穌的愛 還有神的愛跟拯救 所以我們自己必須願意 求你能夠在我們的心裡 對我們說話 因為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你已經拯救我們的 你的消息已經打開在我們的心中 求你能夠讓我們能夠轉向 接受你成為我們個人的救主 並且能夠跟神和好 不知道有沒有小朋友 現在就願意已經明白了 有心裡有悔改自己的罪 現在就要接受耶穌基督成為自己個人的救主 現在就決定要信靠耶穌的嗎 如果有的請舉手 我們可以為你禱告 好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好喔 那我們現在來背上帝的話 是一個我們來疼的 記憶